又噴下水了,又打下去了 通常三個人一個小組 一個負責擠水,兩個負責 一邊擠水一邊泡下去 要大家三個人一定要合拍 其實如果大家在山上遇到山火 就第一件事,做什麼呢? 就是去撲火 除非很小很小,你自己剛剛 立刻拍失色 如果見到火都開始起 其實第一時間遠離 而且要去打電話報警 盡量等消防 正如所說,是嘉義公園 我們山火的隊同時就盡快出現 其實嘉義公園 我們不會放火牌出來給大家 不會放在路邊給大家見到 因為這個是需要受個訓練 也一定有危險性 消防後,他用一段時間有老化 現在很大的,他怕會爆河 他不要,我們就拿回來做這些 最好就是避免有火種 如果萬一有火種 都是保障自己自身安全 通知我們,自然有相關的同事 是會來處理的